高宏安不是林智杰 高宏安在求学的时期 没有什么政治人物的人脉跟光环 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事背景 我们这是努力去在每一个地方 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美国博士求学期间 发表的论文都是可以供检验 高宏安今天从小到大 北一旅台大不说 我们师大也是绑守进去 武士向中华大学夜监部 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的这个硕士的盖水 我们从头到尾就是认认真真的 对待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选举也不要选到没有人性 把一个正常的人 专业的人 把一个说成黑人 其实我很明确的告知他 我的美国西西纳提大学的这个论文 并没有抄袭或票窃的问题 也经过了校方的认定 我也告诉他 我的电话都有录音 如果说今天他的报导 还是要用这样子恶意的标题来进行 那我当然是也会 为请我的律师来维护我的权益 所以我想其实在自从7月宣布 参选新竹市长以来 各种恶意的抹黑不断 其实我想这当然跟我们民调成为第一名 当然一定有很大的关系 自从领先差距不断的在拉大之后 我们收到了各方的抹黑 甚至像昨天也看到了 就是包含像是我们甚至网路上 还有很多反串的假账号 也在网路上特别的流串 于是我在昨天晚上 我也到了警察局 我们的团队来委托他们来 帮我进行这个报案 甚至也看到 不管是民进党的候选人 沈慧宏 或者是发言人李延慧 以及大量的绿营测译 在各种的事件上面 指控我包含像是什么虐待动物 等等等 也是有很感谢许多的正义的 媒体人网友 以及一些我们的民众 来揭发他们这一些 指控的恶意不实 最后也是草草的收场 我这几天 其实真的看到了 这样子的一些 不管是恶意的抹黑 或者是反串的账号 网路上的乱象 我觉得其实真的 让我有一种感觉是 难怪台湾的选举 很少有正常人 或者是专业的 产业的人士出来选举 因为一到了选举 充满的是这么多的恶意 首先今天我想要 跟大家说的是 过去我对于翁达瑞 本名城时份 在网路上的爆料 从去年开始 9月10月各种的爆料 其实说真的 它毕竟就是一个 匿名的网路上的账号 我本来并不想要对 这样子一个匿名的账号 去做用和处理 无奈是在进到选举之后 这样子的一个 匿名的一个文字 其实对我来说 已经产生了非常大恶意的影响 甚至也毁谤了我的名誉 所以我才会在8月的时候 进行了提告 那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说 今天我看到的媒体的报道 其实大量的是 引用了翁达瑞 陈时芬先生的内容 而这些内容呢 我也觉得 今天翁达瑞陈时芬先生 已经在这一段时间 短短的时间内 被这么多的人提告 大家都是区民提告 结果我们的媒体 还要去引用这些 已经被提告高度争议 且不实的资讯 那我想既然有媒体 自甘堕落来 沦为政党的攻击打手 那我们当然也必须 要来提出我们相关的证据 希望我们正义的媒体人 还有我们的网友 以及我们的新竹市民 可以看清楚 希望能够公正具实的 来进行真相的报道 和社群的讨论 首先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 翁达瑞的事件 我这边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学校方告诉我 有匿名的检举信件 向美国的新西纳提大学寄送 我还是帮他匿了一下名 因为我不要 其实说真的也就是个匿名 完全看不出来什么 他指控说我在这个论文 毕业论文里面 有所谓的抄袭的事件 那我校方告诉我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他要说 我这边念一下他的声明 这些指控并不是新的 已经持续被反复操作 坚持了一年多 这些指控包含了自我抄袭 但是这并不被视为是研究不当的行为 所以去年学院已经针对这样子一个匿名的检举 已经告诉声明 对于研究生学院而言 我们没有关于自我抄袭的定义 所以院方是不需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追究 然后再来 这一位是美国新西纳提大学研究诚信办公室 也就是我们的学术伦理单位的 史特拉瑟珍博士 他说他本人 I verify that there are no copyright concerns 所以他已经验证了说 这没有任何版权或者是研究不当的行为 但是他们说这样子的行为 匿名检举一直持续骚扰 美国西西纳提大学已经一年多了 最后他告诉我们说 You may or may not be aware the person named the allegation 就我 has entered the political arena which may be the motivation for the allegations or not 甚至美国的研究诚信学伦单位还觉得说 如果我们都已经这样子的去做这样子的声明 而对方还要持续这样子一年多来 不停的做骚扰 会不会是因为这一个毕业生 他已经进入了政治领域有关 我也必须要告诉大家 我美国的教授 即便不是我指导教授 其他有修过课教授 他们还跟我说 洪安啊 他们当然用英文 他说洪安啊 台湾的政治好复杂 好可怕 怎么会有这种持续的攻击 按理来讲 你应该拒名检举 你匿名检举 我们已经帮你处理了 结果竟然还是这样 一直不停的在延烧 所以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这是美国新西纳提大学学人单位 的回函 所以我的美国的博士毕业论文 在学术伦理上面 已经没有所谓的抄袭和剽窃的问题 未来如果再有任何人对于我的博士论文要讲到学术抄袭和剽窃 我也会为请律师来维护我的权益 在这里我必须郑重的跟大家来声明 如果今天美国新西纳提大学都做这样子的声明了 还有人要去做这样子一个胡作非为的这样的恶意指控或者散布谣言 那我想请问大家都底下家相信靖州看还是相信美国新西纳提大学 你是相信磁济还是相信我们的卫福部 你是相信台大还是相信林志坚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社会上自由公平的 再来我今天在美国的博士就学期间 事实上我们的表现是值得骄傲的 我在美国博士在学期间发表的多篇论文里面 最高一篇的引用次数是达到4510次 这是我昨天半夜下载的 因为数字会一直不停的在改变 我是拿最新的数字 然后其次是2000多次 再来是1000多次 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在打这个所谓的什么抄袭论文这些 我告诉各位 其实真的我们在博士在学期间发表了非常多的论文 你今天讲的可能只是我其中的一篇两篇的著作 但是我们的博士学位的过程 它其实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所以今天在这些研究上面才会堆叠出 最后你的博士论文的产出 而我们的过程其实我们是引以为傲的 因为这些数字我想只要是学术单位的朋友 应该也都能够理解 这些学术的贡献 它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获得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今天一到了选举 大家的这个判断跟价值观会变得这么大的落差 再来讲到周刊 这篇周刊的报道里面我们看了 他就用这四张片面的截图 就只说我是抄袭票欠 但是我想告诉各位 这期刊论文第一作者 就是我高宏安本人 你今天讲说我高宏安去抄高宏安的东西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在著作权上面 其实说真的 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恶意的指控 因为单纯他讲抄袭跟票窃的时候 其实大家会认为是像林志坚超于正皇这样 但是世纪上这些的研究都是我自己 我自己在做的研究 那为什么你们要用这种恶意的标题去讲我票窃抄袭 因为一般人的正常认知票窃抄袭就是像林志坚超于正皇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恶意的标题 好所以呢今天近周刊在9月20号的报道 有相当多已经完全是不死的状况 比如说他的标题直接写抄袭严重违反美国母校标准 刚刚各位已经看到了美国母校的意思就是 他没有任何研究不当 以及不当的这个我们讲说这是自我抄袭的标准 也没有版权问题 所以这个完全就是静周刊的报道不实 而且我已经昨天在电话中告诉他 他还是要这样写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他写什么 经济部制裁局公告公务员与任内完成研究报告 著作权属机关所有 自策会员工根本不是公务员 所以我说这篇报道里面说真的 没有一个真实的人 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网友爆料匿名爆料 然后这样子也可以写出这么多的东西 我再次强调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著作权引用自策会的这件事情 我也昨天亲自跟自策会还有技术处通过电话来了解 其实他们在去年10月18号 翁达瑞的这一个脸书上来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启动内部的研究调查程序 科法中心已经做过调查 确认没有所谓的侵权议题 他们告诉我说 今天他们自策会 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侵权的认定 如果今天是非盈利目的的学术发表 并不在知策会侵权的这一个范围里面 所以今天周刊不可以自己找一个 所谓他匿名的知策会主管 出来说高宏安是侵权的 我想这个我也必须要说明 最后一个 靖周刊说 他们自己去比对的32%的超标 没办法取得学位 事实真相是 我们美国的这个大学 新兴大提大学他是自己会去做论文的比对 在毕业的时候缴交就要比对了 所以其实我在2018年论文缴交到美国学校的时候 校方已经跑过 相似度是6%的结果 这个是校方他认定的相似度的比对系统 这也不是我自己跑的 我有留下这个校方跟我的email的来回 就是当时我在毕业的时候 我缴交论文上去 校方跑完比对结果回来给我 这不是我自己跑的 所以以上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证据 我们在法庭跟检调单位 我们都会据实的来提出 也希望今天 在这样子的一个证据的揭露之后 请大家不要再去做任何就是恶意的这种指控 那最后我也必须要讲 在这个报导里面讲到说 我取得博士学位后离开支撤会 不知道是讲我什么 就是说好像好像说什么我用公费还是什么的 我要告诉各位我在念博士学位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自费的 所谓的公费只有中间短短的一个半年的时候 支撤会有运用一个国际人才培育的补助方案 让我可以在那边享受到所谓的租金的补贴或什么的补贴 而当时的国际人才培育补助方案 这个合约上面是回来后要留任半年 就是你去半年你留任半年 所以我也完成了这个工作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指控真的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我们支撤会是身为台湾知通讯的法人研究单位 其实培育人才是相当重要的使命 所以其实国内有很多企业的高阶人才业 是出自支撤会的体系 所以我今天收到支撤会的栽培 我也心存感恩 我在就职的期间 其实我也获得了很多个人的荣誉奖项 甚至陈建仁副总统 还颁发了国家产创奖给我 支撤会内部也技术精英奖最佳新人奖都有获得 所以今天我在这样子的一个栽培的过程 我转换跑道到国内的指标型企业 当时我甚至也有得到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年薪300万的offer 我也是留在台湾的企业来工作啊 那怎么会用这种恶意来说什么 好像你这些什么用公费来留学 听起来这么恶意的指控 我完全一切的离职或者是过程当中 都是符合工作的隔顶 所以我觉得这个匿名的爆料者 是带有极度恶意的个人议策 那特定的媒体记者 竟然还可以随着这个匿名爆料 随之起舞来报道 真的是让我完全的不敢置信 我想最后高宏安不是林志堅 高宏安在求学的时期 没有什么政治人物的人脉跟光环 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事背景 我们这是努力的去在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领域去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美国博士求学期间发表的论文 都是可以供检验的 然后呢我也要跟大家讲 事实上呢我们的近周刊 这一次的报道 我想请教一下 55台现在好像传出TVBS要被换掉 换成进电视 时间这么的巧合 今天在写这样子的一个报道的又是近周刊 然后我们才看到张善政 张善政先前的这个报道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有人民进党党部买了很多本 应该有几千几万本吧 投递到家户去 投递到家户去是做什么 去做恶意的什么 恶意的讯息散布 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讲 今天呢桃园跟新竹泼张水的都是同一个周刊 甚至有同一个记者参与到两次的这一个行动 那为什么他们在帮民进党做这样子的操作 那这一些周刊这样花出去 一份文宣一两百块钱这样散发 挨家挨户送进周刊 所以现在怎么样 媒体跟政党沦为一线一起当打手吗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过分 我们必须要这样站出来来澄清 我最后强调一个人的record 是可以被检验的 我高宏安今天从小到大 北一女台大不说 我们师大也是防守进去 台大是匪陶匪 学术成绩第一名毕业 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 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的这个硕士的灌水 我们从头到尾就是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选举也不要选到没有人性 把一个正常的人专业的人 白的说成黑的 今天资车会的著作权 我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在资车会攻读博士的期间 我的直属诸款都知情 我取得博士论文的学位之后 我的第一时间告诉我的主管 我的致谢也都有写到他们 所以完全没有周刊所谓的侵犯著作权的问题 为什么我看到也有唯一吗 我们也会想变充参照 咱 Bueno 我上护去